欢迎收听陛下官 今天是陛下官的第91期 大家好,我是曲霞 大家好,我是古村 大家好,我是夏安 陛下官是IPN播客网络旗下一档讨论艺术史话题的播客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b下官.com 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除此之外,陛下官每期节目也会在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收听平台上同步 我们鼓励您成为陛下官的会员每月5美元 支持我们将陛下官贯彻到底 进入更深更远的历史现场 直面古物真迹 体会于古人神阶的义取 关于会员计划的详情 请访问member.b下官.com 我们现在也支持直接通过支付宝付费入会 年付人民币340元 你也可以将管项打入我们的支付宝账号 b下官at163.com 同时不要忘记住民享用来接收会员通信的邮箱 好,大家也知道 刚才听到了我们今天又很高兴 欢迎我们的一位新的这个嘉宾夏安 夏老师您好 董老师好,曲夏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个对 那夏安那个我们就请你先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对,我是夏安 我现在是在波士顿美术馆MFA 做这个分析实验室的一个实习 所以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一块探讨在科技方面和科技和陛下官之类的一些关系 因为那个我们这一期呢 节目的这个有点这个跟以往一期都不太一样 这期是涉及到一个就是像去年有一个比较火的一个 一个网上的一个题目叫我在故宫修文物 今天呢我们也等于请了这个我们的一个修复文物的一个专家 这个夏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这一期的陛下官的讨论 我们这一期呢就主要讲一些这个科技跟陛下官 或者科技跟文物保护的一些关系 那么夏老师呢他本身是一个科学家 应该这么说吧 主攻专业应该是化学 对,我是分析化学的博士 嗯,对 这个而且在这个大明顶里呢 MFA这个波士顿博物馆工作 那么波士顿博物馆我们以前曾经有两个专辑介绍过波士顿博物 波士顿美术馆应该是这么说 那么如果大家想这个多了解这个博物馆的话呢 可以回听我们以前的这个两期节目 那么今天我们等于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我觉得这个因为是这样 因为传统就是我们也讲过 因为我以前做过做过一些选题采访啊 就是访问过一些故宫的呀 或者别的博物馆的这个国内的一些博物馆修这个文物 那么我看到呢 当然也采用了一些这个科技手段 现代科技手段 但是呢 还有好多比方像书画装表啊 或者是一些木器啊 什么器器之类的修复呢 都很多的还是用老师傅传承的一种传统的方法 当然也现在开始使用这个 这个现代科技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吧 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博物馆里面 比方文物修复是一个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基本状况 请夏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说文物修复在博物馆里面如果以我们馆为例 其实和国内也有一点像 它也是通过有学校的学习 但是要经过很长的这种实习期 在各个的这个修复中心 还有博物馆里面 跟着这个年纪 就是说年纪长一些经验比较更丰富的修复师 一块进行实习 就是说一边上手一边学习 那起码他们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 就比方说要是学什么专业毕业的 才能够进入到博物馆来做这项工作 在美国现在情况是有大概有三个学校还比较多 他们有这个修复专业 就是本科和研究生的这种和硕士的项目 所以他们会毕业之后 他们当时在大概做研究生或者本科 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就有自己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修画是一个大类 然后如果修器物 就是说雕塑 还有各种的小件装饰物品 就是他们可以说3D的 就是三维的 这是一个叫object conservator 这是一个方向 然后现在其实object里面又分了一些 比如说修家具 因为它自己家具有很多的 自己的一些经验 所以家具现在有时候会分出来 还有现在textile就是这个纺织品 也慢慢变成一个大 织物 它现在的收藏家也比较多 也慢慢变成一个大类 因为它和其他的这个物品的修复还不大一样 所以慢慢这个也有点独立出来 就他们自己会找一个大致的方向 在那方向再进行很多的实习 很多的经验 上手经验 慢慢再进入服务馆系统进行修复 那我插一句 那个那就比如说像 比如说修复那个金属类的 比如说像青铜器啊 bronze啊 或者是那种brass 就是红铜青铜之类的这些 可能他们是一种什么 需要接受什么样的训练 红铜青铜 这个是和那个也是和object相关的 但金属器器件当然是 他们也有很多的 一些就金属器件 他们自己的一些训练 当然就说也是在你在实习期 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实验室 去做这个 您刚才讲的意思 就是一般都是要本科 从这个有三所大学 开设这个修复专业 从这里面毕业完了 各自有一个不同的一个 专门化的一个方向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刚才您讲到的这个纺织品 那紫织品跟纺织品是一类的吗 也没有 就紫织品它还 它还自己也是单独的一类 紫织品它还包括那个早期的 相片的修复 这也是很大的一类 哦 相片 对 相片也是属于纸织品的 因为这样画里面 它这个素描和油画又是分开的 所以素描一般是归到纸织品那样 类类的 对 因为在中国知道这个文物的分类 跟西方可能还不太一样 比较中国 刚才很大一类就是这个青铜器一类 对 完了还有就是国内还有就是玉器 还有这个瓷器 这个好像西方就比较少一点 对 就是玉器瓷器我们这里也有修 但它就归在Object那大类里面 对到Objects OK Objects是非常非常广泛的一个门类 对 就是我们Object的玩笑就是说 别的部门不修的东西都到我们这来了 那比方说那讲到这个 就是说在因为每个博物馆可能不一样 像这个MFA的它这个就是修复部门 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设置呢 就是怎么就下面是怎么分分大家的这个实验室 或者分自己的这个专业 因为我知道故宫它是有非常庞大的一个叫科技部 对对 专门管这个文物修复里面再分各种各样的小的这个部门 甚至包括古剑也是 就是它古剑分两部 有一个专门古剑部 但是科技部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建筑啊 什么这方面的一个 就是不知道这个当然MFA肯定没有古宫这么大了 这个 对我们大概我们都是在修复部下面的 修复部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这Painting的 就是主要是油画还有这个木板画 就是西方主要是当然西方主要是这个欧洲地区的这种画 它是这个算是油画或Painting的这一部分 然后有纸制品就是Paper的Conservation 就像我说素描啊还有这种照片啊就是在Paper下面的 然后就是Object我们著名的Object 就是什么都有点修的 还有我们有一个很好的Textile的 就是有各种古代的衣服啊 还有和这种纺织品相关的 还有就是包括什么那种挂毯啊什么这些东西都算了 对挂毯啊还有这种织物啊还有些残片 我们还有这种日本奈良 还有这个平安朝时期的一些织物的残片也会是在那里 当然还有一些近代的东西 比如说有人会捐好多那种丝袜里面的丝袜在那里 也是归了这个Textile这个 什么东西丝袜 对原来的丝袜 我也不知道 OK OK 就有捐赠 我知道是他们有这个就是就是和衣服相关的Textile相关的就是纺织品 就是在就说在那边的 然后他们还有我们其实有个Asian部门 就是专门有个Asian部门 Asian部门就是因为中国东亚部分 就是中国和这个日本的画和这种各样的艺术品很多时候就在那里 它等于中国的东西又专门集中在这个Asian部门 包括中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器物吗 包括书画跟这个青铜器什么的吗 还是只是书画 主要是书画 因为中国书画和这个西方的书画的这个它的材料很不一样 还有它的修复方法 这个还有修复师的这种训练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Asian部门是独立出来的 然后当然还有 那就少不了就是要像什么装表啊什么这种 对对对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修复师高静老师 他是以前是在故宫博物院修复 对所以它现在是也是一脉相承 我们这个和故宫也是有这个渊源的 对故宫的书画修复在国内应该说是相当的这个强大的 然后我们furniture就是说我们的这家具它是有一个部门的 那这个家具部门包括中国的家具吗 我知道你们那个博物馆收藏了一些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家具 包括因为他们前段时间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就到一些中国的家东西的时候 他们其实对后面的一些原理还有它的材料应用其实还有一些问题 所以到我们这里来问 所以我还跟故宫博物院老师起教了一下 老师还给我指点了一下大概是怎么回事 你说是什么是关于这个家具的结构 还是家具的这个它的这个油漆啊或者是什么木质的这些问题 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藤面但它藤面下面有个板板上面还铺了一层灰 就是说这层灰到底是用来做什么呢 所以我们的这个修复师就还是蛮好奇的 所以让我这个到时候问了一下看国内老师怎么讲 然后然后我们这个furniture还修还修那个这个绘画的那个frame 就是说那个画框 这个就是就是西方油画的那个画框 对对西方你看就它从可能很早开始它就有画就有画框 但是后来就画框你还会换 有时候又是圆盆有时候是这个后来换的画框 然后画框它本身还会损毁 然后损毁之后你要怎么再去修复它 所以这个是属于我们furniture上面的 我们的这个家具修复下面的这个这个干的活 还有吗还有就是我们啦我们这个科技部 我们科技你们是你们是修复修复下面的这个 对我们是修复部门下面的一个科技部 我们组里面有三个人所以我们就 那这个到底这个请你好好这个仔细讲讲这个你们的这个部门到底在跟他们那些部门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一个关系或者工作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一个衔接或者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对对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差不多进入今天的这个呃就讲这个我们这个科技在这个啊是在这个文物保护中的应用当中第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像我们这种实验室在设备博物馆里面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其实是修复工作的辅助工作 嗯因为我大概了解一些比方因为那时候我接触故宫的这个因为他也在跟国外的一些专家修复 他就比方说他有些材料比方这个搞不清楚是一种什么东西他可能就要拿取了样以后去去让这个实验室来进行分析里面到底是什么物质跟什么物质组成啊进行分析它的比例啊配成配比啊什么就是比方一种胶他就要分析这个胶到底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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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情况或者一种一种颜色或者怎么样可能这个是不是就我理解的你们科技部做的工作 对差不多这是其中一部分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一个器物上面有一块东西然后你就琢磨这个但是又不是常见的东西因为修复师就经验比较多的修复师他大概东西见多了他还是对东西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 这个是什么呀然后我应不应该动他他是原来的还是说他后来什么时候上去的对就是说对这个东西这个器具他修的时候先是修之前他可能会会有一个全体的整体的一个检查 然后检查之后就会说哎这个地方可能有疑点那疑点是不是就可以通过材料的鉴定来对让我对这疑点我有更多的认识所以下一步我走的时候就说我要把它给去掉或者说保留它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一些信息在那里然后这就是一个一个方一个方法还有还有的时候就是会有时候修着修着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问题 那我还是停下来让这个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科技上方面再来做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这边会有一些比较比较就是说经常用到的一些方法然后有些是现在也分有损和无损就无损的话你不需要采样有损的话就是会你采很小的样大概针尖那么大就可以了嗯嗯嗯因为这就我就想到了这个前两天这个大家网上不是很热 热烈的在讨论这个呃故宫现在展出那个千里江山图就讲到就是说好像对这个话比方说他有一定的这个年龄大家有就这个有真伪或者什么时代有一些争论那有人说如果从上面能够拿一部分东西下来做个什么检测是不是就能够就能够知道他比方他的这个这个时代或者怎么样有这么简单吗或者就说哇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这个是这个这个金甲建立的问题对我知道但是刚才讲到 就是有损跟无损主要讲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也知道比方国内有时候在做那个瓷器的时候他他日射明还做什么他要从那瓷器里面扣一点下来才能做那个东西那这就等于是有损的这个检测了对不对对但是其实我们在文物界的有损也都是很微微样的就是他可能是要取很少很少的样下来嗯嗯当然就是说这个样取得少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有多有代表性 就是说你取得这个点其实你知道是你取得这个点如果你这个点太小了嗯然后如果你根据你这个点算出一个某个比例那你这个比例是不是能够代表你整个器物或者你整个 颜料着它的真正的成分呢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科学上的一些考量对讲到这个想起了一个国内这个大家这个作伪的一个一个方法啊就是说他们在这个瓷器作伪的时候呃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刚才讲的他们瓷器鉴定好多时候都从那个圈竹那里面那个地方抠一点下因为那不影响到这个所以好多这个做做假瓷器他就是他那个圈竹那一块他是 是专门是用的是老的那个一个底底完了上面呢完了完全是新的那个东西做上去以后完了搁在窑里在二一烧烧了以后融为一体完了这个拿出来以后完了如果你要做鉴定你不肯定你你肯定不可能从嘴这个口部来来取样你肯定从底部圈竹那取样哎一取样一查哎这是个老的实际上它是个新的对对对因为碳十四也可以作伪啊就是碳十四它本身 它有一些就是根据它原理就可以其实可以想到一些作为的方法嗯那不是有人那个国内不是说是把有些东西在X光里面什么过来过去多过几次好像什么就就就就把他的这个年龄就可以somehow就可以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科学根据啊这是我只是听说这个我还没有想想明白我觉得这个怎么能因为因为的确因为的确我也听他们上次有一次在大都会听他们也有些这个外国人在 在谈论这个碳十四有些人不太认可这碳十四鉴定的一些一些结果觉得好像这个东西有一定的适用度并不是说这个碳十四的测定是对很多对任何东西都管用的对我同意就是碳十四它只是说众多科学这个方法当中最年代它它有很强的给你一个年代信息的一个一个方法嗯当任何的这个特别是真假设计到真假鉴定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 要多方面的考证然后最好就是说这种这种这种最后的这种结果从科学方面也好从历史方面也好从文化风格方面也好都要对各方面要互相印证这样子才是说你可能更指向一个更可靠的一个结果那那这个就是回到一个可能大家也会提出问题就是作为现在科技因为您是科技部门就是做这个科技的就是科技这方面呃应该说在博物馆这方面比如两方面的功能 一个就是说对修复进行呃技术上的支持支持还一个呢就对鉴定进行技术上的支持这两个工作对不对呃呃呃呃我想问的就这两方面的工作哪方面可能我估计可能前者可能更多后者少一点对前者更多一点我们管的情况是前者更多一点哦因为讲到你们管是这样的因为呃几年前我跟那个曲霞去过这个你们管那时候专门举办了一个这个 展览就叫这个张大千一个伟大的作假者就是因为就是因为那个你们管理通过对颜料的分析后来证明张大千那时候卖给你们管号称是五代什么官童还是谁画的那个化石这样是是他作为的因为因为他就你们好通过颜料的分析就能够就能够分析出来这个颜料不是不是那个时候的颜料而是现代的颜料还怎么样的 一个什么什么好就是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说是你们管理通过这个对颜料的分析后来认为这个是作为的颜料它其实是一个很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说对真假信息的一些分析因为就是历史上来说各个时期他自己有这种大概用什么颜料会有一个有一些历史记录这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最近一些科学这个考察通过取样然后大概对什么时候 有一些真品就大家比较公认真品或者是说墓葬出来的真品在这种这种信息就有考古依据的这种基础上现在慢慢大家对对这种颜料的历史其实有一个理清所以大家在这个方面上有一个记录这样子可以用来做一些建立方面的东西张大千那个我没有读了原来报告但是我自己是遇到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19 19世纪的时候19世纪是很很有趣的欧洲是很有趣的时代他们就一方面是说从欧洲到这个其他地方去这个殖民呢殖民也好或者说他们去探索这种古文明的这种源头也好它本身它科学也发展得很厉害它就很见我们现在很多用的这种颜料其实是19世纪或者是20世纪初才有的 这样就在我们这个真假监定上就会有一些东西它就变成了可以断代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钛白粉现在用的这个氧化钛 和这个氧化钛它实时是1911几年1911几年的时候才开始可以量产大规模的进入这个颜料这种情况 当现在这个钛白是几乎是一统天下了 在那之前白色一般是钛白就是钛的一个化合物含钛的一个化合物 容易变黑所以 对它是它是如含硫的情况变黑大部分情况它还可以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白的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白它很多时候就是钛白 OK 所以它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现这个张大迁比如说它1911几年那张大迁其实活跃时代在那之后嘛 所以如果它在白里面它发现它不是钛白而是说后面钛白 钛白后面还会加一些氧化芯 那我们就说啊这个就不可能是那个之前的事情了 对对 还有还有一些比如说巴黎绿现在就是说它是一个含深的一个很漂亮的绿色的颜料 它这个是也是18多少年才开始有的18一几年的时候才会有的 这都是属于化学合成的一些 对就是化学合成的颜料 但是说它就它就后来就因为它化学合成便宜啊 你便宜的话大概这个又好看 然后有些还还不错 就大概就用了很多了 就变成说它反而在市场上变成了一个一个这个更更主导的一个一些颜料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solid的一个一个一个证明吧 因为有些东西你只有这个时代以后才出现 如果你要硬说这个东西是这个时代以前 那那肯定就有问题了 就是这里面就是是不是就说 当然我这个问题可能你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这个 就是说在正就科学上在正伪的时候 只要抓住一点证明它是伪 它其实全部就是伪了 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呢 有时候是可以 但是也是要比较小心 因为这里面也涉及到说 很多东西它是因为修复 你取样的时候也特别小心 然后你取样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污染物 会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有很多时候 如果你真的是在科学上发现一些材料 特别冲突的 而且这个它也特别的有这个直接证据的 其实可以提出来的 而且随着这个这个这个科学的进步 有时候这些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现在通过检测手段把它提上来了 或者就跟以前打个不太恰当比喻 就跟以前没有用DNA 只用指纹好多案子破不了 现在用了DNA这个技术以后 好多案子都一下就能破掉了 对对对这个这个也让我想到这个 现在因为我有一个同学 他们在做那个金属的分析 就是古代青铜器的一些成分的一些构成 然后确实通过一些这个metallic的一些分析 确实发现了有些 因为我们管理 那冰大博物馆也因为最近在上个世纪三四世代也收了一批青铜器嘛 所以用这个方法确实删查 删查出一些这个明显是大概在20世纪早期作为的这些一些铜器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还是确实是比以前传统这种肉眼的这种 只是通过这个看细形啊 看这个造型啊 看它的这个类型的这种方法要确实要靠谱很多 对对就是它就是一种从科学的方式来做一些 就是说你需要大量的数据一个数理的和这种这种逻辑上的推理 这样子来产生的一些数据 那刚才夏老师讲的那个是颜料的问题 那比如说从这个煤质上的煤界上 比如说像纸本啊卷本 是不是通过有些对这些的分析也能够做一些这个 或者修复啊或者是变尾方面的工作 对当然是因为就变尾 你其实可以这么想它我们任何的艺术品 它其实是一个物质的存在 所以它物质的存在一个是从它的材料上面进行考究 就材料我们刚刚说的颜料是一个部分 但是它还有这种binder 就是说它是怎么颜料是怎么和上去的 那它可能是需要一个胶 那这个胶各个时代是不是有不同 而且特别是现在之后 石油化工的胶和我们以前古代的胶 它又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是一部分 还有在想这个纸 它这个纸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这些纤维里面它有些什么东西 它这个纸又是哪样的纸 然后它这个老化性能是不是跟它的年代相符 就是它也许这个纸它纤维没有问题 但是它这个老化的这种 它的硬度脆度 这些它是不是跟它的有关 另外还有就是说这种工艺了 就是工艺有时候以前是没有这么好的工艺的 但是后来工艺提高了 所以它又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了 这个就是说从工艺方面再进行另外一层的这个考 就是说你这个工艺在送以前应该是没有的哦 那你这个怎么出现是这种情况 就是你捐呢 你这个Wave还有这个 特别是像这个油画 油画其实很好玩 因为它层数特别多 对对对 你想它下面它早期有时木板 然后再加那种蛋黄化 就是说那个蛋黄在那里也拿去涂 然后那个木板的处理 就那个木头 还是它木头怎么锯的 你知道吗 它这个它是怎么打磨的 这些它有没有这个 你可以不可以看到它一些早期打磨的一些痕迹 这个也是从这个方面再去考究这种它 还有你像要是你这个是帆布的 那你有帆布 那你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应该那个布也是什么样的 以前的布应该是什么样的 后面布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个一个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有做维米尔的 在二战的时候有人做维米尔 他就是买了维米尔那个时期的另外一个画家的画 上面再画了一层维米尔 这个在中国传统书画作家里面也有这样的 这个掐头去尾 对对对 掐头去尾 你就就弄一个 它那个是我们是怎么抓到的 是那个用X光来抓到的 就打了一个X光发 下面还有一层画 就是把下面还有一层画 那个画还不是维米尔的画 而说维米尔就没有用 就就没有用在别人画上画画的这种习惯 当然就说你其实也是很多科学的研究 就说你要总结出说维米尔画应该是什么样的 那维米尔画是不是他用别人的画波 那就是没有这种事情 那就人生就被我们抓到了 就是这样 那那个夏老师想问一下 就说刚才讲到有各种各样的检测的方法 那就是说这里面当然涉及到这个化学的这个方面的很多 对吧 但有些也是涉及到一些别的物理的 比方说X光可能就属于是物理性质的一种研究 对不对 那么就说你们部门里面是不是也是这种这种手段都有呢 比方通过X光呀 通过显微镜分析呀 或者通过什么 对对 我们是都 我们是一个用我们部门头头Richard Newman来说 说我们 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 这个 这个全方面的一个分析实验室 所以我们有X光 还有红外仪 UV仪 还有我们的就是常规的这个显微镜 还有我们有电镜显微镜 和这个XRF就是那个 嗯 荧光分析的 这是无损的一个显微镜 UV仪就是紫外线对吧 对紫外线 它其实有时候还蛮有用的 因为不是所有东西都会产生 在紫外灯下会产生荧光 所以会有些看到你有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那么还有好多就要通过 等于是要像你要通过化学的这种分析 比方说这种颜料也好啊 或者是这种 这种你刚才讲的粘接剂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那这就要通过化学的分析来 来这个搞这种 搞这种这种探测 或者搞这种 鉴别 对对 因为我们还有 另外就是说说 如果是取样 先是在这个 显微镜下看了之后 就会做红外普图 拉曼普图 有时候会有GC和LC 就是说气象色谱和夜象色谱 有这样各种各样的检测 就根据你检测对象 因为它这些分析手段 就是手段 并不说你有你就用它 而是说你要回答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时候在你这种情况下 你问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问题 我们再找一个特别合适的分析手段 来看它 然后大家在有时候 看到结果之后 会产生另外的问题 那可能就在那个问题的基础上 再往下走 应该怎么来做 那我这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些 比方这个文物的这个质感 比方刚才取下讲的青铜器也好 比方这个织物 或者是这个画布 或者是什么 它这个都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二次加工的问题 因为它自然界的东西 它经过一个二次加工材 但有些比方说 你刚刚讲的objects 那个比方石刻的东西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大自然的 这种东西 石头 这种东西你就应该检测不出 就是说除了看那个工艺 或者它这个东西 其他你这个分析石头 分析来分析去 应该都是石头吧 有什么区别吗 石头这部分 我没有做太多 但是我知道 还是会有一些稍微区别的 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说 元素 在看它 你不做炭磁氏分析 你做其他的这个 就是它的同位素分析 然后再对照说 你这个石头 比如说你有钳 然后你钳里面有几个同位素 那这个钳这个同位素 它是否是有一个 比如说从法国的这个 出来这个矿物 或者这个石头 它这几个同位素的 应该是这个比率 就是说这石材 看这个来看 它是到底从原产地 什么地方 因为这个我想去年 前年了 有一个山大一个老师 到我们学校来做一个报告 就讲这个 现在流传的几件 这个想藏山石刻 是不是想藏山的这个 再做一个报告 然后这个 他当然当时他的结论是负面的了 但是我们有一位听讲的老师 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说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石的 因为都是从一个石窟来的嘛 就是说能不能通过这方面的一些 做一些一些分析来 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怎么样 这个 当然当时那个老师 好像没有回答出这个问题 他好像觉得好像技术上还达不到 对这个就要看技术上能不能达到 首先就是说你的那些 它本身 你可能要收集很大量的信息 对 你需要很大信息 说这个地方 它有这个能够区别开来 就是说有时候 实验数据它自己有些偏差 你是不是在实验偏差之外 你能够把某些东西区分开来 这个是属于基础研究的一部分了 对 不过至少有一点我相信 就是说如果石材是在附近 或者采的话 可能应该里头还会有些similarity 如果比如说你在山西 或者是河北采的这个石矿 和它在河南某个山里 采的石头 应该我觉得可能还是能够做出一点 对还有就是微量成分的分析 微量成分 比如说你这个石材 你比如说你碳三盖 但是你还看你的鲑鱼 大概含量是多少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说 你从成分含量上 是不是能够分开来 分开来 对对 这个就是 这个就看是不是这种 就是说分析的数据 是不是有这个significance 可能就是很多方面 就要考虑这些问题 就是是不是 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来推翻 就是说 对于证伪嘛 证悟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 因为对于这个 可能我想我对于听众来说 听这个 怎么证证 真假这个大家最难受 因为这个有点像个谜一样的 因为拿这个东西来做保护 实际上是更多的 更多的运用到这科技手段 才是 才是真的 这个并不是说 拿这科技手段 就是用来来证为 证真证假这样的 我是说 那这个夏老师 能不能比方举点这个 就是咱们还讲这个保护上 这个怎么样通过这个 现在的这个手段 能够给这个文物保护 提供这个有益的帮助的例子 或者是一些一些现代的这个 前沿科技或者怎么样 有没有时候可以给我们分享 这个就也很多 因为就像 现在就是科技发展 还有一部分在文物保护界 很很大的一个课题 就是说新材料的应用 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 有一些古代材料 但是他们其实没有那么的稳定 那我们是不是说 能够用一些新的材料 去做一些事情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科目 比如说你想 现在可以用激光来去除 这个某一些就清理 激光清理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 就用激光啪啪的把那个 这个让我想到 这个那个若干年前的时候 讲什么拿什么激光来 可以清除牙上的这个什么 是不是类似的一个道理 其实也类似 真的是类似 就是说他比如说 我看过有那个报道 就是说那个大理石上 然后用激光去打 他因为他一扫的话 他一看到黑的地方 他就去打 他白的地方 他不打 也会有这样 这样东西 就是说用新的一些科技 去做 你想进行一些新的 这种修复的东西 还有3D扫描啊 就是说你3D 啪啪把东西扫描进去 然后你三维再建模 有时候你缺了一块 然后你再用3D打印嘛 对 你缺了一块 你就3D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 然后再先粘上去 然后再慢慢弄 这样会快很多 比你自己弄 比你自己这个 左左 雕出一块来 又快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刚才讲到的 用现代技术来弥补 这个文物修复的一些短板 那么但是呢 这里面就产生一些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是 比方说在修复文物的时候 他用了一些 现代的一些技术 因为可能一些 传统的一些材料缺失 或者传统的颜料 或者什么样的 这些东西 可能现在不可复制了 那么他就用 现代的这些东西 去来填补这个 那么有时候呢 这个因为我不知道 美国在国内 的确也有这样的 这个前车之鉴 就是说他用了一些 现代的这个材料 但这个现代 这个材料本身 因为一个材料发明 来观察这个材料 到底怎么样的一个 比较衰老 或者一个什么 什么各种各样特性 他可能需要 不是说几年 几十年以后 才能够发现 比方说 有时候那个 在国内在有些 修复这个雕塑 对吧 雕塑残了以后 他不要拿胶 把它粘起来嘛 对吧 它粘的时候 他这个胶 比方说他用的是 一种化学成分的胶 这种胶在当时的时候 做了这个东西以后 做的是天衣无缝的 看得非常好 但是随着这个 时间的推移以后 他这个胶本身 因为是化学的东西 它产生了一种 意想不到的一种 各种物理性的变化 或者怎么样 那这个东西后来 反过来就对这个 本身的修复工作 就产生了一个 负面的一个影响 因为我想这个例子 这种例子 应该是 在这种时候 怎么样来权衡 就是用传统 还是用现代的这个材料 其实这个是 还有一个原则 是可逆性 就是如果你修 你知道是现代材料 但是你知道你用上去 也许它会有问题 但你修之前 就是你放之前 你就会考虑到说 如果有问题 这个东西 是不是能够重新 回到修之前的状态 就是这个 修复的可逆性 就算你现在 要用一些新的材料 你要可以 必须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对这东西的影响 那比方说一个 我一种拿些这种化学胶 胶上去以后 胶了以后 时间长了 那个胶 那你说把这胶再扒下来 那有时候就扒不下来了 对 所以这个 如果你现在用的胶 我们其实美国也这样 等会我们讲 讲到那个 欢迎像的时候 也有 他们有那种胶 已经变坏了 就是 但是就是他们现在的 就是这个 可逆性这种 这种 就是retouchable 或者是这个 因为有些东西 它并没有那么可逆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你是不是能够把它 把你这个 修复了这一块 再把它去除掉 这个是你要考虑的 因为有些胶 它是 是高分子嘛 它但是你可以用 这个醇 或者铜 或者米 去溶解它 然后溶解它之后 你就等于是 尽量的把它 再这个清除掉 对 因为讲到这个 咱们会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那个 我们 然后就是关于 那个还养树脂的问题 对吧 还养树脂 它其他也是一种 粘接剂吧 应该是 对吧 对 对 或者是一种 一种 不仅是粘接剂的 还养树脂 它可以是一种 一种土料式的东西 因为在国内 曾经某一个石窟 那个石窟 它那个 新发现了一批 比较宝贵的一批壁画 当时在七八十年代 那时候 好像这种 还养树脂 这种东西作为一种 新的修复材料 大家觉得 哎呀 很好 就用 一开始的确修复了以后 效果也不错 但是十几年 二十几年下来以后 发现了问题了 因为它这个东西 涂到上面去以后 它拿不下来了 会会 就 它粘在上面 它要拿下来 连着那个 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壁画 一块下来了 就哎呀 这个就是 非常大的一个教训 会 因为开始 就摆密一书吧 你可能是看到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快掉了 然后你就觉得 一样找个最牢的 这个 这个最最最最最稳定的 这个最硬的 这个胶水 把它粘上去 可能就是这样 然后就像一个 你这个 把一个问题解决 但是你可能 还有九个问题 就出来了 对 但问题现在 这就面临一个难题 就是就什么呢 这的确也是 当然没有一个 十全十美的 就是说你 你当时快掉了 那粘胶上去以后 它是现在没掉 但是现在看起来 它就永远的 就是可能要掉了 就是 就是再也粘不回去了 或者它掉了以后 它随着那个胶掉下来以后 那块东西就就就就没有了 就不像 所以这就是一个 就说那 他们就说 这个得了癌症 就没法治 是不是就文物上 修复当中 是不是真的也有 就是得了癌症 没法治的 就比较 还有些铜锈的问题 也是这样的 会啊会啊 就是很多事情 它是不可逆的 但是大家也放轻松 因为这个 这个万物都是可朽的 对不对 只不过我们只是 让它稍微延迟 它的这个 在我们能够理解的范围内 就是做一些好事情 可能就是要这么想 所以就 对 安全性 像现在用的 就油画现在用的这个 最后这个上光油的那一层线 都是用的合成的材料了 因为金和传统材料比 就是传统的树脂 它发黄变脆 这个已经是就 所有油画大概 这个五六十年 你就得把它重新倒适一遍 把上面那层光油给 给融了 然后再重新再上一层 因为它就是发黄变脆 可能最后还会影响你绘画本体 现在是用那些合成的人工的 这个这个高分子上去 但是这这层的话 已经说容易容易起掉 然后也不上画面 这个已经是 至少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理解 之内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就是文物修复 当然原则里面一个 刚才你讲的就是可逆性 对吧 那还有一个叫就可识别性 可辨识性 对对 因为这个我觉得中国和美国 还是有一点区别 中国认为如果我用传统材料上去 然后我尽量让它修 让它看去 器物看上去 天衣无缝 对天衣无缝 然后更更更像是一个真真的东西 然后美国这边感觉说 大家你还是应该做一个差别识别 至少说你凑近的看 应该很明显的看出来 这有区别 这样是 对这个我们在这个 德国参观那个博物馆的时候 他在修复这个 一些从中亚中国的这个 新疆地区拿去的壁画 他在修复的时候 他明显能够看到 他修复的这部分 这可识别性特别强 他就是完全是 就是说你 你远看差不多混为一体 但你近看不用放大镜 不用放大镜 肉眼凑近了看 你能看见他那个 他修复的部分是一个 有网状的格的 对对 没有修复的部分 他就对 这一看就就看出来是完全 是是是是不一样的 哪一部分是修复 哪一部分是是是原来的东西 但是好像这些这些工作 好像国内并不是这样的 好像国内好像就是要 要弄得好像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 就不要 我这边缺了一点什么东西 我这点东西我就拿 怎么怎么样 要完全给补上 最明显的就是在国内 我们看到很多壁画 因为他那个墙里的壁画 他的墙体不是有时候会开裂吗 开裂不是就中间六就会留一大缝 对对对吧 有一条大缝 要大大缝 他们修的时候 好多就是把这个缝 把它给护上 护上以后 然后再把颜色 把这个好像就是弄了以后 一看就好像这缝没有了 就是就是 但是这个的确 我觉得也可能是有一定的问题吧 比方这个缝 因为他原来墙是这么宽 你加了一个缝的宽度以后 比方这好 这如果正好有一个人的手指 那这个你把这个缝加 等于这个人手指 不等于就一下长了 长了一个手指 都在长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这个等于修复 可能是一个决定 一般是说修复师还有这种 像在博物馆里面是策展人 他们可能共同来做了一些决定 然后我们科技方面 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些辅助的信息 然后但最后可能还是要根据他们 他们就跟他们自己的这个授业的 还有他们训练的时候 他们的一些 还有他们自己的对文物的一些认识 有一些就是说他修的方法 他自己有一些比较觉得更适合的方法 去修 所以这个有点像医生啊 文物医生对吧 对对对 其实是这样 就是每一个病人来了 医生可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 来给病人做出 做出这个不同的治疗方案 不可能每个病人都是一样的 这个治疗方案 对然后 这个比例我觉得挺 要老医生 也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能 而且也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能治的好了 对 而且你也不是每个病人都看的对的 是这样 那么就是讲到这个 咱们稍微这个花点 就是简短时间讲讲 比方咱们现在这个 因为我刚才您听到您讲的 比方这个 咱们现在这个有这个 从故宫出来的 修复是在美国博物馆 我们也在弗利尔以前见过 从上部出来的 这个表画师在弗利尔 那么现在这个中迈之间的 这个文物保护合作 什么这方面 因为我想可能美国在这方面 可能是不是有很多 这个科技方面的 这个其实是可以足够 供中国的同行来借鉴 或者大家互相交流的 我现在应该交流很多 美国其实美国的文物保护 我们还挺羡慕欧洲的 因为他们欧洲这个文物保护 是欧盟的项目 就每年有大量的固定的拨款 然后在学校里面也会有这个 支持学校里面做研究 做一些基础研究 也是每年的经费是保证的 然后加上他们本身的很多 像意大利啊德国啊法国 他们都有很多的 就遗址需要修复 他们其实活还挺多 然后钱也挺多的 然后这边美国就是 其实我们美国 我觉得在修复方面 钱最多的 经费最充足的应该是盖地 这个盖地 在洛杉矶的 在洛杉矶的 它是个私营机构 对它就是 这个是没老板中的没老板 它是油老板中的油老板 油老板 对对对 是个什么石油大亨 对石油大亨 当时的发的红标 是要做西半球最好的博物馆 但是就是时间吧 我觉得可能它进入的时候 已经比较晚了 所以这个 对它很多项目是收不来了 对身不逢时啊有一点 但是它这个也是做了很多 修复方面基础研究的工作 然后还做了很多实地的 和中国和敦煌研究院 他们是80年代就开始合作 对对对对 像85年 盖地应该是中国的文物圈子 他们好久花了大量的钱 请他们国内的人来进行交流 而且好像不仅是敦煌 我了解反正跟比方跟这个 承德也有过交流 承德对他们长城的 承德的项目很大 其实敦煌之后 他们就来承德了 然后阿根纽就一块做了那个项目 他们连也会去中国 就是他们有些新的技术 也会到中国去多很多交流 像德国巴伐利达和那个 兵马俑博物馆 他们其实也是在做那种 兵马俑出土的时候 它那彩绘的颜色的保护 对对对 怎么怎么保护它 这个也是很精彩的 嗯 那您讲到这个 比方说盖地森特 它这个修复中心是美国最大的吗 如果是科技部的话应该是 我觉得它应该是很大 它的修复部 据我所知应该不会太大 因为它自己管藏文物不是特别多 对 它objects比较少 但它科技部 它就是基础研究是很雄红 对基础部它它这个招的人应该是最多的 嗯 而且我我去参观盖地的时候 我有印象好像他把这个很多文物的一些修复的一些过程 也给展示给大家 好像他当时我去看他做过一些这个展吧 就是这个文物的这个 就是我觉得盖地很多时候 他他他他布展的时候 策展的时候 他倾向于从一些技术的层面呀 或者什么层面 而并非是传统的那些角度给大家一个展示 当时我是看了 我印象看的是 他当时展示了一些家具的一些怎么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因为好多年前印象不深了 但是好像 但至少我觉得他的策展的这个方式还是挺挺新鲜的 对对 他因为他自己的 其实Gatey它是有三个部门 一个是Gatey Museum 就是他自己的博物馆 一个Research Center 就是研究中心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Conservation Center 就是做官 专门做保护这个这个这个中心 所以他 那他Research Center Research Center是干什么 Research Center 其实介于博物馆和Conservation之间 但他有时候会 让一些做 就是说你相关的一些研究 比如说这个话和这个话 这个研究 然后会有交叉的一些研究 来来弄 至少我以前知道是这样的 现在我不知道他们有变质会改 就是一个更基础的一些研究 对他更是更是做一些和研究方向 Conservation说很多很多时候会有一些 比如他埃及有项目 他是皇后骨 Craise value 还有一个项目 做一些实力的一些保护 然后自己他本身也会有一个实验室 做一些基础研究 比如他做的那个 这个叫antibody 叫这个中文怎么说 就antibody的研究 就是通过一些生物的方法 来做这个颜料 antibody是什么抗生素吗 抗体抗体唱起来 抗体啊抗体 抗体啊 这样说 因为这个 因为埃及这东西好像也是一代 我知道你们博物馆里 一些埃及产品也非常多 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一定的 这个专门做机方面的工作的人 哦 埃及可能他们就算是器物部的修吗 因为埃及我们这边主要还是 一些三维的东西比较多 而且这个也相关的研究会做一些 我们这个埃及和古罗嘛 这边大概他们是 都一块做了好多研究 他们画上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而本身地中海地区 它本身有一些东西 也是套在一起的 OK 那那个 那讲到这个 那跟那个除了Geddy以外 跟国内的交流呢 就是我知道Geddy是跟国内交流 比方说别的 我不知道你了解的 有些什么中外合作的这样的这种 中外合作还有 就欧洲应该也是会有一些 但像大家开会 大概都碰了 对讲到这个你们行业里面有这种属于什么样的这种年会吗 比方说有的研究员我们建筑师有国际建筑师大会 比方说他们那个汉学家就有汉学家艺术师有艺术师大会 那你们这个是什么行会呢 我们这个IIC是最大的 就是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onservation 就国际修复协会 这个他们今年应该是11月份还在香港有个会 应该做唐卡的方向 还有我们美国就是一个AI 就是American Institute of Conservation AIC的会 它也是美国际联会 像今年就是会讨论一些新的修复方法 像今年这五年有个主题 大家会去讨论新的修复方法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小的一些 比如说你是做相片的 可能他几年会在某个地方就组织一个会 然后我其实博士的时候是做染料的 所以我们的染料就有一个DHA的会 就是比较小众的会 每年的人去的好像都还差不多 但是这个每年的东西 你会觉得也在往前推进 就是这种的 那这个publication呢 比较有什么journal 或者有什么杂志 或者有什么东西 对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就是修复保护研究吧 是这个是 这边是 是你这个行业的一个杂志 是全世界性的 他以前是需要英文和法文的摘要 我们投稿的时候不知道法文这事怎么解决的 可能他自己搬的吧 然后 然后呢 General of American Institute of Conservation 就是美国的这个会议 就是我们也谈有这个期刊 中国也有啊 中国是上海博物馆做的 上博出的出的这种 对叫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他们现在越做越大 以前是寻刊 一年四期 现在是一年六期双月刊了 哦 说明这个工作越来越多了 对对 这个工作越来越多 也做了越来越多吧 大家也发现 要需要大家共同讨论的东西越来越多 嗯 是 我想 尤其在国内随着这个大量的这个考古的出土 还有这个大量的这个 这个博物馆的兴建 这方面的这个要求跟需求 肯定是越来越大 会会 因为以我们 对 因为以我们在国内走的 这陛下官的经历来看 的确是国内 光是这个 我觉得壁画这一块 我觉得国内的这个 壁画跟雕塑这块的这个修复 在国内其实就有 就有很多的这个市场 因为有很多 需求量很大 比如说漆器啊 这个 这个 很多青铜器 这个各方面 对吧 家具 这当然这次要的 就是就跟我们陛下官有关的 比方我们看到的这个 跟建筑有关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 这里面的一些塑像啊 一些 因为到历史上遭到破坏 然后历史上又遭到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侵蚀 这种东西怎么样能够把它能够能够保护下来 因为我们就是上半年我们去的那个 如果您听我们节目也知道 我们这个就去的那个阎山寺 阎山寺 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金带的这个壁画 但是他这个保存状况就特别的 不特别的令人担忍 因为他这个因为也时间的原因 或者怎么样 他这个褪色褪得很厉害 而且还因为这个可能跟国内的大气的这个污染啊 或者什么有关系 因为有好多人说 哎呀说几年前看这个 当然不一定是不是不止延山寺书 那个很很很很鲜艳 或者很很这个 说这两年就看起来就有点乌突突的 或者有些细节就就慢慢就会 尤其像重要的一些墨迹啊一些绑题啊 就会看不见了 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可逆性没有 我就觉得挺挺挺挺遗憾 这个就需要科学研究了 所以现在从保护方面说 还有一种叫防御性的保护 也是一个课题 就是说你 比如说我看 2008年这个汶川地震之后 其实中国文保科技界做了很多 就是说如果是有地震 那这个他的 就通过科学建模 来说我们大概 这个结构应该能够防什么 多少级的地震 或者说以后要修复的时候 是不是要考虑到 需要地震这种防护 这也是一种防护性的课题 还有这样 对对对 这种变化的时候 就是说可能也是 有时候也挺为难的 因为太大环境 也没有那么好控制 但可能有时候就想说 那你微观环境 是不是能控制 像敦煌他们做这种数字保护吧 因为数字保护说 你现在记录这个事情 另外就是说 也是分流这个游客 分流这个游客 对对对 做了好多数字敦煌 复原整个的这个洞窟 让你在这个复原的洞窟里看 或者怎么样 对现在也有那种VR项目 就是说你戴上你的眼镜 对吧 对这个好像现在 前一段时间搞得很热 好像现在又有点 这个好像 这个冷下来的这个趋势 觉得这个有些 可能技术上 有些克服不了的一些瓶颈 对技术上 另外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我还是很 这个支持是毕下官 你要这个走那么长的路 你才能看到那样的风景 对吧 所以有时候想着 你说咱们走那么长路到灯煌去看了一个数字复原的 那有时候心里也会觉得 大部在家里看 哈哈 就跟这个现在国内在看这个千里江山图 这个排了四五个小时 对看了五分钟 那人说你还不如看一个高清扫描的 或者回家在电脑上看 是啊 这个就是都是保护了一部分吧 就是想一方面又想你把它尽量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另外你要从这个其实就是物质本身 他考虑他怎么样能够给他延连易寿 这个真的在健康的在往下走 对但这个就跟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就跟人也没有可以长生不老一样 没有一件文物可以永远的这个保就是保持下去 他总有总有就是走向这个消亡的那个事 只不过我们只是相方设法的把它这个延迟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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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亡的这个过程 对吧 对对 是这样的 那么就说我们再进入下一个环节 就咱们讲一个就是你们博物馆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个曲家也也特别关注 因为曲家本身他是现在研究的是这个经元时期的这个佛教美术 对这个经元时期的佛教造像什么的也比较关注 也比较有一些研究 正好你们博士顿美术馆 是去年还前年开始 好像就是把一尊这个应该现在认为是经代的一尊这个 以作观音吧 这个拿出来这个展览相当的这个相当的不错 那么而且这个这后面一些修复的这个故事 咱们今天就来来来来再讲讲这个这个东西 然后可以顺便我们也可以再展开来聊一些相关的一些一些话题 好呀好呀 这个这个那是徐霞老师先讲吗 是我来先讲一下 那你先讲吧 你因为因为这个东西比方说 看了你们管 因为你们管的网页上有这个东西的介绍对吧 他年代的定的是经代 那么收藏的是二十年代由这个日本的山中商社 卖给这个你们博物馆的 对对对对那我大概先讲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吧 这个这个是我们管理的二十点五九零号 然后二十其实就是说他们是按年代来来来记的 就是他二十年的收藏 就是一九二零年近年 一九二零年进管的 所以就是说他进管的时候有记录就给你个编号 那就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你就顺便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你这个编号以后 因为你把这个逻辑告诉我们以后 我们以后看那个这个编号以后 就有时候信息就就就就知道了 比方二十的意思就是 他是二十年代进管的对吧 如果七六的话是一八七六年 七六是一八七六 就有两个两个两个号 然后就是那年的 然后后面就说根据管理的那年买的藏品给个号 所以你前面看到那个号就是年号 是什么时候入管的 然后后面那个号可能是内部的一个 大概是第几件 内部的一个编号 对第几件 所以这样你会大概你就知道 那年有多少件进来 所以是这样 然后到了一九六一九七几年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九多少年 就是他把就是四位数的这个年号了 因为多了 对因为你就和前面的不能混淆 所以我们是二零点五九零 这是二零点五九零到二零点五九二 是三尊雕像一块进管的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展出的这个是去年 去年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白林安他册的一个宋代的展 所以放在最中间的这位置 这尊观音像 这种观音像其实梁思成还写过 说这个是一族下垂 一族上聚 一臂下垂 一臂以聚 逐西上 这是在他的那个中国雕塑上 也提到了这种雕像 当时其实以前是说是颂 后来才定的金 中间可能也有些故事 但是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要还是讲了这个的修复 因为你也讲到这个他做碳14对吧 对碳14鉴定 这碳14鉴定是为什么要做 其实是最近的事情 因为它是这个是从1920年进来的时候 是作为我们一个场展 就是说认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一尊观音像 所以它一直是放在这个展厅里面的 但是50年代的时候 因为它有些地方开始磨损了 就发现里面有好多层啊 这个所以就想 因为它尽管是白的 这个观音现在看到是说金身 然后这个群聚是红色的 然后那个还有围裙是绿色的 但它1920年到1950年的时候 都是白的 这种木雕像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了吧 大概每隔50年100年的都会重修或者重装 装到后来也可以说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木雕上的色彩 居然是比较早期的这个装了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但是有很大的一个课题 就是说要把它这个还原到 它以前的应该有的样子 所以就 那这也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 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木雕重装的次数太多啊 是不是还有可能还原到它最初时的原貌呢 或者是不是还原到某一个时期 对这就是我们最近我们科技部和这个修复部一块做的这个项目 就是它去年放出来之前 2014年就可以开始修了 两年时间做了很多的科技调查 然后在想到时候应该把它修成什么样子 像您说的一样 就这么多层 那到底哪层是原来的样子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是原来的样子了呢 因为那个六层我们是 不是我们现在拨的 是原来拨的 现在 对 原来是拨掉了六层 但现在还是 已经拨掉了六层了 已经拨掉了六层了 现在你看到的是拨掉六层之后的样子 现在我们今年的 就是说我们 他们到科技部来 我们几个议题 就是说首先来看一看 它的这个 它的材质大概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它里面有没有中空啊 就像您说的 有些中间会有 会有中空 然后这个木头是什么木头 这个是抛桶木 这个是做了一个 这个毛抛桶 是中国的一个一个木头 抛桶 抛桶属于比较 比较粗松的一种木头 对对对 抛桶是 抛桶木是北方木雕里常用的 常见的一个木材 柳木也很常见 反正都是那种比较容易雕刻的 而且粗松的那种杂木 对 然后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说它大概 它大概现在下面还有几层 然后是原来量子 大概是什么样的 所以根据第一个 另外就是说 对它的这个年代 也其实也有一些 一些问号 就大概是 什么什么年代的 所以我们 做了好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拍了X光 这是很大的一帧像 然后因为它还有一个 农女像和一个 童子 三材童子像 这三 那两个现在还在库房里面 但是我星期四的时候 就看了一下 那个农女的手指掉了 但是那个修复师说明什么 这个很容易粘的 然后那个农女和那个 三材童子 它还没有剥 就是没有剥掉六层 就是这个还是剥了 所以那两个还有点白 那两个还是白白的 就刷了白粉 其实也没有关系 就是它有些地方破损 你也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 有些地方白 有些地方又不白 所以不是说 那个情况那么好 所以就看最后商量说 怎么怎么弄它 但现在修复一般来说 是会保守一些 可能不会像50年代的时候 那么的 真的想看一下它的真身 这可能就是安全第一吧 就是说你可能 就把它需要加固的地方 因为这尊 为什么到我们来 因为50年代 它给它接了六层之后 发现它表面的那些窍区 还有这些脱落 好像还有一些问题 所以就说 我们可能还是需要 回实验室再把它弄一下 弄的时候 我们就说 那我们就可能要更多的 既然我们这么多科技手 我们要了解它 所以PiX光就是说 它的头部和它的躯干 是一个整体 但它的视支是另外的 哦 头部和躯干 居然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整体 很多等身的木雕像的头部 都是插入式的 整体的是比较少见的 不是插上去的 这个也是挺了不起的 但是其实PiX光的话 有个好玩的事情 就是它这是实心的 它里面没有中控 哦 是实心的呀 里面没有空腔吗 没有腔 所以这个 这个又是一个 非常少见的做法 真是太有意思了 很有意思 而这一尊和它的 那个扇材童子 都是那个毛炮童 就他们用的木头 是那边 那个也是实心的 那龙女也是实心的 但是用的木头 还不大一样 这个我还问了一下 然后我们修复师说 可能是 修复师是阿比 然后呢他就说 阿比海奇 他就说 觉得也许 他当时也是有点惊讶 觉得龙女 既然他们三个是一套 应该是一套 因为快来的 而且从形质上 也是比较像 那他的木头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但是那个龙女 个子要小很多 所以也许说 你要小一点的 你不一定用 这种木头来雕 有这种说法 对 还有很多 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说他 身上钉了很多钉子 这个我们当时 如果你肉眼看 不容易看 有些钉子 它是钉进去的 就是说 它没有大 那个大头也是 绷进去 所以你外面是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照X光 就能看到 这些铁钉 是用来固定 躯杆和四肢的吧 对 钉上去 那夏老师 谈到的这些 关于木雕做法的 方面的信息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因为这个里面是实心 而且没有空腔 这个我觉得 这种做法 对于最后的准确断带 是有帮助的 那我想 我好奇的是 最后碳十四检测的结果 是什么 对 碳十四鉴定是 从这个 它后面底下取了样 取了这个 这个木头的样 去做碳十四鉴定 现在是 大概 这个祖尊是 1031年到 1153年 这个时期 那应该是在宋 对 就是宋 宋是 960到1127 所以就是 1031到1153 这个时候 宋的晚期 对 另外它后面 还有题字 翻过来的时候 有一个 季 季山 山西 季山的这个题字 所以说这个木雕 这件木雕出自 季山 是一点都不令人奇怪 季山是 山西南部的 一个县 我们以前的 陛下官节目 聊到过 季山的新画寺壁画 还有这个 青龙寺的壁画 当然了 这个 可以说 流出海外的 而且保存在 欧美博物馆中的 宋代 金代 元代的木雕 可以说 90%以上 都是来自靖南地区 而且都是 1920年代和30年代 大批外流的 我也看过 那个波士顿 就是夏老师 您说的 这个提及的照片 还是扬克的 比较遗憾的是 大部分的字迹 都已经损毁了 只有留下什么 知济山 什么等少数 几个字 对 对 它一部分损毁了 但是你可以 看知济山 这个应该是背后的 如果我没有去错 因为它原件 现在正让我们 波士顿美术馆展出 所以我没有去看原件 但是我看这个 应该是在背后的 前面没有这块 破的那块 那是不是 刻在背后的 这个腰带以下的部分呢 感觉像 因为上面那个 像是裙子的 那个部分 你看到是 也是部分的照片 另外还有 就是它这个头部 认为现在这个关 可能也不是 原来那个关了 对 可能会大一些 X光 它还有一个结果 挺有意思 就是它的眼睛 眼睛那个黑色的 那个眼睛是两个珠子 那个两个珠子 还是那种 可以穿过去那种珠子 可以什么 就是可以穿 那个珠子 可以穿过去 穿向上那种 然后还考察了一下 觉得这个身上的 那个两个挂 挂的那个影诺 也不是原来的 也是后来也是加上去了 所以它下面中间那块 可能也是后来弄的 那那个就是 你给我看的照片 它不是有一个 不同的时期吗 这有一个就是白白的 对吧 后来不是就是说 你说是在50年代 那时候修了 好像那个就是 那个白蚝那个地方 就是鹅头这个地方 好像那个时候 是有一个香了 一个宝石 后来怎么把那宝石 给拿掉 那个是50年代香的呀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就是抹了白白 那个鹅间都是看不见的 就那个洞 它是填上的 都填上 然后它就拨啊拨啊 拨出来 这还有个洞呢 那个洞呢 应该是 美国家应该是宝石吧 但是他们就 当时做了一个 这种假的宝石 一个塑料宝石 放上去 就照顾给香上去了 对 香上去了 然后最后呢 就觉得 哎呀 这个放这个塑料宝石 好像看上去 也有一点这个 就多方考虑吧 然后就给它 也是把这个塑料宝石取掉 另外我们现在 它就是它拨掉之后 发现那个耳垂 它也是钻了孔的 所以说也许它开始做的时候 这耳垂钻骨要给它 真的掉一些耳环 或者是什么的 原来这个鹰落和珠串啊 什么的都是 壁串什么 都是后家的 越来越有意思了 这个如果不是夏老师告诉我们 我觉得就是像我们 即便在展厅里走得很近的看 也是发现不了这些细节的 我个人观点 我觉得现在一般认为 这件木雕是经代的作品 很大程度上还是根据它的 衣纹啊 阴落啊 这些雕刻的这些细节 如果说这它们都是后家的话 我感觉我只是一种感觉啊 它们有可能是经代重修 而圆课的年代或许会更早一些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的一些想法 刚才夏老师提到的水月观音之外 还有两个小象 就是扇才和龙女 我有个想法 就是一般大象重装的机会比较多 但小象的重装的次数会少一些 可能小象呢 可能会保存了更多的圆课的风格 所以我想请教夏老师 就是那两件小象探14做了吗 最后什么结果 也做了 这三个时间差不多 三个时间差不多 就是为什么觉得探14 这个结果还挺振奋的 因为它们三个时间还 都还蛮接近的 但是会有一些偏差 因为仪器它本身和有这个 它本身也会有一些偏差 但是差不多都是那个时代的 那探14至少给了我们 就是说这几尊木雕的年代的上限吧 因为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有可能木雕 是用旧的木料材料雕刻的 但所以呢 更加准确的段代呢 还是需要更多的综合的考虑 和综合的信息吧 当然了 我们保护室阿B也是这么说的 那个夏老师 那你这个 因为实际咱们交流是讲到 就是说 在那个50年代的时候 去掉了六层的材 现在是去掉六层 才看到现在这样子 对 那么这个 那么现在这个样子下面还有几层看 咱们有没有做过一些考虑 有有 这个也是我们实验室做 是做这个一种叫cross section 就是说横接面调查的 就是说有一些 比如说破损的地方 然后你就取一点样 看下面有没有副彩层 现在做出来 就认为它这个肉身 应该是一种浅粉色的 现在看上去有点金色 对吧 有点这个金色 偏赫色 这浮金 但它应该是一种浅粉色的 因为它下面还有那种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附了一层 是纤白混了这个朱砂的颜色 这个因为它这眼呢 我们是可以鉴定出来的 所以认为那个下面还是有一层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裙具 裙具它本身现在也 它下面那个裙具 它最脚边的那层 还是有点灰的白的 但其实应该是绿色的 因为下面我们还是发现 有另外的颜料层 还有绿色的这种 而它为什么说这一尊 和另外两个应该是一套 因为它下面这个大腿 到这个西部 这个红色的裙子 也是有X光和一些部分 看到它有会的那种金线 或者莲花 然后在那个 这就红色下面 对 就在它就红色 要下面这层红色 就是更下面一层红色 上面有一些 就腿上那个红色 腿上那个红色 它会有金线 会有一些莲花 然后还挺大的那种纹样 然后这种纹样 在那个童子和这个农女身上也有 所以就说 这个现在是 现在肉眼看不见 是等于在红色这一层的下面 它有一部分是出来了 一部分还没出 就它拨那六层 不是说一层一层真的那么拨的 可能是最后地方拨到六层 有些地方不好拨 可能也就没有拨 像那个裙子那个地方 有可能就说 可能有点像明代的东西 因为它那个裙子呢 还做了一种 下面是西 听 然后上面再贴了金 就这种做法 然后还有那种裙子 它就它是突出来的 然后那种裙子 你看如果可以看裙子的照片的话 还说 有些从风格上说 这更加是明代的一些做法 所以这六层可能就是说 有些部分是拨到六层 有些脸可能拨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想看一看下面 但是真正的 这是原来那层也不好说 但是我们也不会再往下拨 那那个你后来还提到 就是说又去 就14年的时候 又重新修复 又去掉一些 50年代一些修复 去掉一些什么 去掉那个额间的那个宝珠 还有就是说 以前有些部分沾接的地方 那个就50年的交税 已经变黄老化变脆了 所以现在也把那部分给去掉 去掉之后 现在是用比较温和的方法 就是用比较容易去除的胶水 然后放一些纸 就是用纸把那缝给填起来 我想问一下 它那个就头发那里面 那个有些蓝颜色 那是蓝的 那是青金石那种蓝吗 那个我们做过是 石青 石青 就画画用那个石青 这种蓝 然后这个红色应该是 那个朱砂的颜色 然后白色 白色是那个千白 然后还有绿色 绿色其实是含绿的一种铜 可能是 雅化铜 是绿 铜绿 铜绿 然后是铜绿的 因为铜绿是在现在 看来是中国用的比较多的一种绘画颜料 在敦煌是用最多的铜绿 铜的 检是绿化铜的 这种东西 绿化铜 它这个 那个东西在中国还挺好玩 它其实很早就可以合成了 可能是炼丹的时候 不小心 就炼出来东西 看看那就卖吧 就变成一个很好用的绿色颜料 它还比较稳定 颜色也比较脆 这个我觉得看着也挺激动 因为就他们 阿比修复之前 修复之后 他就说 因为你要是一层一层往下涂 这还有 还有一个小插曲 他说你们这个中国的 这个装的还挺有意思 它一层 它不是说 把原来那层给扒了了 你就 而且在上面 有些层是中间糊成纸 很薄的纸 然后再给它 诶 纸了之后 你再把它弄好 之后你再把颜色给上上去了 所以你就能一层一层 这么接下来 哦 下面还有一层 那你像你 你不做那个cross section的话 那你就等于就能看出来 exactly有多少层 应该是可以看得清楚 就看你取样的地方 就像我说 它拨的时候 它也并不是说 它整体拨 不是每一个地方 它都 比方我觉得它那个 就这个皮肤的那个地方 可能它层数 可能就没有那个 比方有衣服的地方 层数可能那么多了 就是又有筋的那个 就是肉身的那个地方 脸部肯定是 从装贴筋最频繁的部分 肯定那个层数是最多的 对 反正跟那个白的比 那个特别胖 现在好像弄出来 就好像瘦了好多 对吧 这个也能看出来 它那个手臂 尤其那个左臂 左臂基本上 看起来好像就是 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关节的 就整个好像上下都挺粗的 这么一个 看起来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我觉得这个 这尊佛像 无论是 这个菩萨像 无论是比例还是开脸什么 都是都是即使在欧美博物馆里面 属于这个上层之作 对 然后我们修服师也是特别 集中他说他来的时候就很新 这个 所以他还有另外两幅 他说这也是别的博物馆 没有的 可以看到他这个 你看我们出 我们那个上面图片 还有一些是他那个 额间的那个宝石还在的 对对对 有我看见在你们网站 就有这样的这个照片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尊 完全可以跟那个 就是纳尔逊说 引以为自豪的另外一尊 这也是水月观音 这个像媲美 好 那那个 那我们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 我们今天就先跟夏老师聊到这 因为这个 我想有机会 我们还在这个 再跟夏老师再切磋一下 这各种各样的这个 还是期待夏老师 团队的这个修复报告 因为这个在欧美博物馆里 有大量的相似的这些 而且都是来自靖南的 而且时代相近 上线是宋代 下线可能到了元代 因为明代的呢 就是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木雕 所以修复真是个大问题 我自己看过 荷兰国家博物馆的 一个类似的一个报告 他们的那个 菩萨的那个木雕 就是说是揭开了十几层 但是从现在咱们MFA 这个宋展的 宋艺术的这个展出的实际效果来看呢 我觉得这件水月 观音的木雕的这个成功修复 还是修复还是相当成功的 至少这个把原来就是最晚期的 那些白白的那些 那几层剥掉露出了原来 我想现在虽然我们还不知道 它是哪个时代吧 至少那个颜色 这是比较早的 我觉得如果这个成功经验 成功的经验吧 或许以后可以被整个的这个 博物馆借啊 修复借啊 所借鉴 那反正今天时间有限吧 我们只能聊到这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和夏老师 聊聊壁画的修复 对 或者就因为 因为波罗的那个 雕塑馆那幅壁画 其实我们也挺有兴趣 想了解一些细节的 那我再去采访一下 好 那行 那么这一期 陛下官就到此结束 感谢收听 我们的节目每周上线 推荐大家使用 范永行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在陛下官.com 可以找到与 每期节目内容相关的链接 供大家按图索记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共号 和知乎专栏 关注陛下官 我们非常欢迎您 以各种形式 给我们提出意见和反馈 如果您喜欢发邮件 我们的邮箱是 陛下官atipn.li 我们鼓励您成为 陛下官的会员 每月5美元 支持我们将陛下官贯彻到底 关于会员计划的详情 请访问 member.b下官.com 同时也欢迎收听 IPN播客网络旗下的 其他节目 一天世界 内核恐慌 太一来了 流行通信 印象和无次元 我们下周见